沖繩必食的A&W 可以無限簽名 跟平時MG的差不多 新年都有一些福寶 因為這個是全國出最貴的酒店 我這個room tour已經拍了5分鐘 就會有這個walking closet 看多大 兩個洗手盤 這裡有個浴缸 這裡就是我們的泳池 有個saguchi 比較出名的宮古牛燒肉 它的肉質是這樣的 宮古島限定的雪茲 好爽喔 我第一次吃宮古牛 燒豬手 嘩 芥末醬好厲害 大家好我是Will 新一輯的旅遊Fog 我們來到日本的沖繩 是我第一次去的 現在就會開箱在沖繩裡面 一個秘島叫做宮古島 我們馬上出發 Let's go 宮古島位於沖繩南方300公里 介乎於台灣和沖繩之間 由沖繩乘飛機只需要45分鐘 宮古島的面積大約159個平方公里 由東邊開車到西邊只需要45分鐘 小小的島 很多日本家庭都會選這裡來度假的 現在我們沖繩 就等一轉機去宮古島 現在在機場上逛逛 未吃早餐 就見到一間可以吃它一個黑糖puffet 記得給大家 因為這個是要雪的 所以我們即場買了 多謝每一位觀眾 已經過了6,000訂閱了 記得訂閱、留言、讚好 響到小鈴鐺 有身邊出去會通知你 多謝支持 它有兩個味道 一個是黑糖味 一個是鹽味 那我們就買了黑糖味 哇 真棒 宮古島的產業 我們一定會去宮古島 所以就先試一下這個 我覺得這個cream不是很足夠嗎 那時候那些豆沙包的質地 就是那個包 但是呢 太厚了 又變了有點dry 可能吃過很多日式的甜品 那個cream可以再加一點 因為黑糖又不是怎樣吃到黑糖 有嗎? 好笑 好笑哦 它黑糖的意思是那個包不是cream 那個cream就是 像是cream cheese 那樣 我覺得 這個不錯 下一站呢 在機場竟然被我找到 來到日本沖繩必食的A&W 那這裡是日本沖繩才有的一間快餐店 所以是必食的漢堡包店 沖繩第一餐坐下來吃就是A&W 哇 超久沒吃過A&W 這個是一個Wood Beer 對呀 這個無限天飲 所以它有兩個size 大家叫R 它有regular 有large 大家叫regular 可以無限天飲 沒有沖繩那麼濃的 那種味道好像以前再近一點 那種味道好像以前再近一點 有些年代想吃A&W 我覺得跟我十幾年前以前那種 那種再甜一點或者再強一點的味道 來講 叫做兩塊牛 有個煙肉 牛 都會有些洋蔥味的 但又不是很juicy 跟平時的MG都差不多 肉質很普通通的 其實就是 就是為你朝聖的Purpose 那價錢呢 叫了curly fries 那我見到好可愛的 凍了 是像 好像麥當勞浮新年 那種什麼福寶 那種 其實味道也是那種 我們現在就轉機去宮古島 我們去宮古島見 Let's go Yeah 我就到了宮古島了 那現在就去拿車 我們來八天的沖繩 每一天都會開車的 拿車的資訊 我就會放在資訊欄那裡 還有價錢呢 我會放在這裡 還有給大家看一下 宮古島機場外 那這裡就沒有沖繩 那麼煩囂的感覺上 我們分別在沖繩和宮古島 都是租這輛三年的車 初初以為很夠大 誰知道我們四個大嬌 都是剛剛好夠質 還要查一查有沒有刮花 拿完車之後 就去我們的五星級宮古島resort 大家落足眼力 因為真的超美的 因為這個是全國出最貴的酒店 所以跟大家去開箱 GOGO 這個就是515的包房 我們四個人是住了裡面的 這個check-in的話 如果是女生就會有個 M&A-T Kit 有Mars送的 只是女生才有 男生沒有的 還有這一個也是 這個也是一個 那些Bathroom Ball 那些 我們去到另一間房 才是外面 外面也是一個重點 不過我們check-in了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都是電視的 那張床 那張床 就不算很大 同行有一批情侶 我都預測是個King size 每一邊都會有床頭櫃 可以充電 那一陣子和你出去 還沒出去住的 那這裡呢 都有個沙發 還有會有個Desk 去一個 即是給你做點事 紙巾 梳妝台 還有會有四支水 那我們的酒店 Sea Wood Hotel Resort 來的 就會有咖啡杯 名牌10里 這個可以拿 有咖啡可以喝 那除了Capsule之外呢 還有這些Handtrip Coffee 那下面就會有個 那它用的東西偏銀一點 像印牌的熱水壺 那咖啡機呢 就是complementary 有包買的 好棒啊 那還有呢 就會有這個Walking Closet 那Walking Closet呢 它多大 對了 那還有有個夾蠻 有風扇 有很大的梳妝台 那就可以燙衣 好棒啊 廁所呢 最棒就是兩個洗手盆 一個Dryer 很多不同的Tower 那這裏呢 這個木浴呢 是用Tang這個牌子 泰國的名牌 還有兩個Bar Group 來啦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是有個 這裏就有個浴缸 那浴缸呢 之後又可以棋乾 那這裏可以直出 出到的 那就是 那這裏呢 可以 入個Saguchi 是吧 這裏是其中一裏 我們今晚呢 四條都會坐在這裏 提升 哇 你看這個景 神經病的 這個Room Tour 我已經拍了五分鐘 都還沒拍完 你想想多瘋 好了 我們現在去看看游泳池 這個就是我們的泳池 這個泳池呢 就是 哇 看一下這個景 這個景可以看日出和日落 還可以提升 正路爆 剛才我們第一個Tour的廣房 拖鞋 殺蟲水都有 因為這裏是比較郊外的 有兩把傘 因為這裏經常下雨 會有兩把傘 這個CAMMAN TOUR 我們就是為了這個景 它和上網的照片是一模一樣 天氣是非常好的 現在大概六點鐘就會看到這裏 吃完飯 我們再回來玩這間酒店 Let's go 日本最南的吉野家 就是宮古島 一場來到宮古島 當然是嘗嘗他們島上 一間比較出名的宮古牛燒肉 一起看看有什麼食物 Let's go 好 來到這間宮古島的第一餐晚餐 叫做火神 上網看的 都比較出名的宮古島 吃宮古牛 一來到是用炭腦 還有我們是坐著包廂 用iPad點餐 好 開餐了 我先嘗嘗這個是貴版的牛 很好吃 我第一次吃宮古牛 它的肉味比油脂 因為朋友弟少也好 還有它是炭腦 所以不會很油膩的感覺 它的金布很容易咬 很棒 我覺得不需要怎樣點醬 它已經有醬油和芝麻醃了 它會有牛的醬汁 它會推薦我們吃 我剛剛給了這個就硬一點 牛的醬汁不會太草味 Laddy South Forest 正 我叫這杯是菠蘿檸檬的特飲 這個要在下面攪上來 因為果汁都在底下 我覺得這個是解鶴冰都多 但就不太濃味 果汁味不算很多 觀眾我已經分不到我吃哪部分 可能會很餓 它的爐不太大 難怪讓我們一邊聊天 慢慢燒更好 嘩 現在全部這樣 一定要拍 燒豬手 這個牛的牛 其實不算太好 我夾給觀眾再看 譬如說每一塊 它的肉質是這樣的 因為全部都是日文 所以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是怎樣 繼續吃它的牛 這個牛我會先加 很過癮的芭蘿檬 它隨著牛 會有綠色這些醬 應該是芭蘿檬 我試完它 嘩 芭蘿檬很厲害 很美味 因為我今天有點鼻敏感 其中一部牛 有些麻油的洋蔥 非常鹹 現在有飯就適合了 嘗嘗它的雞 燒尿很好吃 我覺得燒有些 燒焦的味道 皮有點脆脆的 我覺得這個不會很硬 這個牛 我拌了起馬拉雅鹽 即是粉紅色的 嘗嘗 鹽毛有提到牛肉的鮮味 很香 鹽毛很長 公古島限定的雪茲 現在嘗嘗 它說正但是很鹹 真的好像雪一樣 很幼的 沒有的 這個鹽雖然鹹但好吃 剛剛我試過的 粉紅鹽很鹹 很大粒 這個是很幼細的 吃下去好像沒有那麼重 負擔 推薦這個 比起馬拉雅鹽好 好了 我們來做Web up 我們都吃了很多不同的牛 反而我們最初吃的牛屎 比相中沒有那麼好 但這裏其實不錯 因為可以給我一個獨立的地方 製成一個拍片 在日本比較難 我喝這一杯 我就覺得淡一點 還有菠蘿味多 比檸檬味多 其實它的碳螺也挺厲害 稀有部位 我覺得都不錯 我覺得滑塞很誇張 是工備的 但又刺激 我覺得鹽挺好吃的 我覺得鹽挺好吃的 第一次來吃東古的牛 都OK 不是特別好經驗 也不會說很差 我們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沒有磅 在外面有些店員是不錯的 它不是任吃 是散叫 你可以封劍遊人 可以叫貴一點 可以叫便宜一點 它有隻牛是六千多日圓的 稀有種 我們沒有叫的 我們去下一集 Let's go 吃飽飽就繼續享受一下Sea Wood 這間漂亮的酒店 這間絕對是我人生其中一間 住過最棒最舒服的resort 晚上坐在這裡看聲超棒 不過就拍到很黑 所以沒有紫麻下去 這裡的房型很多都是兩個人 一間房間 兩間房間相連的 陰文泳池和按摩浴池 少之有少 房間之間都有距離 不會說吵到日 雖然公固到面積細小 這裡度假的會偏向慢活 享受、享受、享受酒店多 所以在頭兩晚 我們用了比較多的時間 享受酒店 吃東西、喝酒、聊天、看星 我記得這兩晚都看到兩次的流星 酒店最Signature 就是大堂拱迎入口 晚上亮燈都是非常漂亮的 下次再見 下一集繼續我們公固到之旅 在酒店吃個漂亮的早餐 再到上野德國文化村 欣賞一下城堡 周圍都很藍的海水和很漂亮的沙灘 還有公固到大堆的必食甜品 黑糖紫薯專門店 吃這個紫薯旺幫又甜又香濃 下集記得來看 大家記得CLS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 follow我的Facebook IG 看我的生活日常 我每服星期三都會出片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